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站在自杀者的旁边 看着就非常诡异 如果不说的严重一点 他警方不会认真调查 大卫最了解的就是女人 他能劝到点子上面 告诉林小慧不要着急自杀 他又年轻又漂亮 以后肯定会找个大帅哥当老公 而且从牢上摔下去会变得很丑 女孩被说动心了 可当他正准备走过来的时候 却突然指着对面说了一声宝贝 然后就惨叫点跌到楼下 不过他倒以命当 下面有一棵大树碰巧把人接住 昏迷中他不停的喊着一个名字 龙婆 要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就只能等人醒了再说 但是调查不能停止 大卫和阿信找到了一些有用的资料 几年前就发生过一连串的自杀案件 负责查案的警官名叫皮尔 那时候他拿到过一张拼图 没有人知道拼图上画着什么 与自杀案有什么关系 要想了解清楚就需要找到对方 根据答案地址 他们来到了这位警官的住所 可结果却只见到了一个满头白发的女人 他自称是皮尔的妻子 皮尔已经被关进精神病院 具体是咋么回事 他也不想多说 告别白发女 两个人又马不停蹄的来到精神病院 皮尔的病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只是记忆出现问题 有的事记得 有的事不记得 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记得起来 说起自杀案 他主动从身上拿出拼图 这上面画着一个惩罚女人 但是无关模糊 根本就无法认出身份 自杀手册正是他的作品 看过的人很容易会选择自杀 他的神经病就是因为查案查的 把脑子搞得乱七八糟 虽然到最后也没能抓住凶手 但是每次有自杀者出病 他都会在现场出现 要小心一点 而且自杀案的目击证人也会遭遇不测 必须要实施最严密的保护 不知道是他精神问题没有恢复 还是却有歧视 竟然说这里面会有鬼魂出现 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 大卫都决定要顿手出病现场 反正也没有其他现作好查 烧之前的时候 他发现有个人很像摸你花像里的婆婆 想上前询问 却朋友使来一辆汽车 等到汽车开过去的时候 老婆婆已经不见踪影 林小慧醒了 说起跳楼想到了一件怪事 那天他根本就不想跳下去 是龙婆推的 龙婆就是老婆婆的名字 之所以会知道叫什么 是因为他在梦里说的 这时候门口闪过一个人影 林小慧惊恐的喊了一声龙婆 大卫让阿信留在病房 他一个人追了出去 但是阿信没有完全听命 看林小慧被吓得满头大汗 便想着出去拿条毛巾 在门口他遇到了反回来的大卫 龙婆没有追上 而林小慧却穿着这个空挡 商调自杀了 地板上丢着一本商调手册 大卫刚刚捡起来 尸体就重新睁开双眼 扎尸了 小慧卧 小慧 小慧 快走 Three two two four twenty two 在两个人的努力配合下 是挺追到楼下 可是他们的政策存在很大疑问 第一玻璃窗没有破损 第二尸体能挂在房间 如果是幻觉 这一切又来得那么真实 大卫想到了皮尔的警告 出边现场看到龙婆 目的证人遭遇危险 看样子还需要再找对方聊聊 皮尔向两人提出交易 想办法把他放出去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找出真相 大卫妥协了 他实在是没有更好的破案方向 皮尔的记忆出现了一点问题 只能应预约的 记得一些关键性的线索 除了要统计出 全香港卖旧书的书店资料 还要找出近十年来 拨选港姐的个人档案 他也说不清楚 这与自杀案有什么关联 只是感觉会非常重要 但问题是 这是一项毫无意义的调查 简直就在浪费酒力 局长给出了最后通牒 如果短时间内还无法破案 就把人带送回精神病院里 大卫和阿兴有些愧疚 决定带皮尔回家看看 这一次他们没有见到白发女 皮尔在柜子里 找到李尊欢喜佛 看到佛像经神奇的 恢复了一点记忆 那天晚上他介绍了一宗跳楼刺杀案 目的证人叫王文达 说自者在跳楼前 有个女人一直站在旁边 后来还拼出了女人的样子 也就是皮尔 一直都待在身边的那张拼图 可是警方花了很长时间 都没能找到线索 在自者出遍的那天晚上 皮尔打算去祭拜一下 却没想到回音差阳错的 看到那个女人 冲过去想要上前抓捕 目的证人王文达又突然自焚 死亡时 手里拿着刺杀手册 所有细节都与前不久发生的 跳楼刺杀一样 同样是刺杀案 同样有目击者 同样在临此前身边有个神秘女人 同样在殡影馆外面 看到这个女人 目击者也同样遇害 再后来皮尔又认识了白发女 两个人很快就发展成情侣关系 有过一段非常愉悦的经历 但是好景不长 白发女被查出血癌 而且还收到了自杀手册 想要阻止她跳楼刺杀 却不小心跟着一起跳了下去 结果被摔回脑袋 送进精神病院 大卫和阿欣终于找到 一处不相同的地方 皮尔回忆了这么多 都没有提到龙婆 虽然没有看到过 神秘女人的真实样貌 但是她可以非常确定 那不是老人 不过还有机会再验证一次 林小慧就要出币 按照之前的发展来看 神秘女人肯定会来到现场 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会从烧纸扎的炉子里 跑出一个火人 最不可思议的是把火扑灭 发现这个人 是几年前就已经死掉的 目击证人王文达 这其案子越来诡异 明明是遭到火扬攻击 可在现场的其他同事 却没有看到这个景象 他们只见到大卫和阿欣 在宾馆的外面 像跳舞一样转来转去 局长大发雷霆 当场就停掉了两个人的职务 不仅如此 还要四处搜捕皮尔 把他送回精神病院 他已经在混乱中逃至夭夭 大卫和阿欣越想越气 决定要继续调查 必须把这件事情搞得清楚 他们两个人又再次 回到了皮尔的住所 里面黑漆漆的 没有见到任何人 但是却意外的有了其他发现 在这栋房的对面 就有一间书店 而且书店的橱窗上 还贴着一张港姐的海报 这就是皮尔要调查的原因 虽然他的记忆存在缺失 但是脑海里 却有着潜意识的东西 这间书店就是关键性的线索 里面不仅收卖书籍 还有死人用的纸扎 看上去非常恐怖 而且神龛上 还摆放着和皮尔家 一样的欢喜佛 他们以为终于找对地方 可结果却发现 店主是一个中年大叔 不是自杀现场的神秘女人 这与之前的调查 有很大出入 不过阿新还是注意到了 一个细节 书店的营业登记证上 写的是龙珠 很有可能是林小慧 提到过的龙婆 中年大叔 是龙婆的家人或者员工 这时候 大卫突然走进一条小巷 阿新不见了 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耳边听到了一个声音 说话的人就站在身后 她是龙婆 是模拟画像里的婆婆 大卫严厉的质问她 为什么要害死那么多人 龙婆讲了一个故事 乌龟生了几个龟蛋 大多数小乌龟都破壳而出 只有一个虚弱的爬不出来 没办法 只能让主人帮忙撕开弹壳 但没过几天 这只小乌龟还是死了 龙婆要表达的意思 就是没有生存能力 再怎么帮她 结果也是一样 那些自杀者就像小乌龟 他只是变性的进行劝解 早死晚死都是老天注定 说到这 大卫猛的惊醒过来 他刚刚只是做梦 此时正待在皮尔的家里 隔着墙壁上的缝隙 发现对面的书店大门突然打开 龙婆走了出来 这里果然是他的地盘 大卫哈尔心急匆匆的追了过去 龙婆警告两人 不要再多管闲事 而且他已经在梦里说的非常清楚 优胜略胎是自然界的法则 没有生命力的人就应该早点死去 大卫反驳说 就算乌龟没有生存能力 起码也见过三天世界 比那些孵不出的蛋要幸运很多 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决定他人生死 龙婆听后不再言语 彼此间没有再探讨下去的必要 他转过身释放一股白雾 这种白雾可以让人产生幻觉 有很多自杀者都是因此而死 睡在路边的流浪汉 更是被迷得失去神志 对着大卫和阿新发起攻击 阿新让大卫想办法搞定他们 他却追捕龙婆 可没想到龙婆会再次设服 让阿新也吸入鼻悟 死去的林小慧来了 这也同样是他的幻觉 之前在医院和殡仪馆里 就遇到过类似的恐怖事件 林小慧在手里拿着自杀手册 希望阿新也能看上一眼 虽然不能从幻觉中清醒过来 但是阿新明白 他要尽快逃离 好不容易才跑到天桥甩掉小慧 又遇到了等候在此的龙婆 这一次 他成为了被劝点厮杀的目标 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 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 龙婆可以精准探查 并进一步放大 阿新从小就没有感受过家里人的关心 同性嫉妒他的美貌 异性又想骗他上床 以为遇到真爱 却无精的遭到抛弃 根本就没有必要再承受痛苦 不得不说 这龙婆很有做催眠师的潜质 阿新被受到双眼流泪 开始翻看自杀手册 龙婆不由自主的露出效忠 快要成功了 阿新已经跨过天桥围栏 可没想到 比尔和大维又突然出现 破坏了他原有的计划 比尔恢复了所有记忆 在关键时刻 他找到大维 帮对方打败了流浪汉 但这时候又突然出现意外 阿新脚底一花 差点就跌落下去 幸亏两人眼睛手快 抓住衣服 现场变得非常混乱 龙婆恶狠的斥责他们 为什么要多管闲事 尤其是比尔 他老婆以前也是一样 话音刚落 不远处就传来了白发女的声音 他特意过来劝龙婆收手 这一切都与欢喜佛有关 只要定期杀人献祭 就能维持健康 他的血液已经到了晚期 如果不这样早就死了 与皮尔相爱是一场意外 他本打算杀死对方保证安全 可关键时刻又心有不舍 与他一紧头楼顶坠落 结果就是皮尔失忆 他摔掉双腿 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害人 他希望龙婆也能及时收手 但龙婆为的不是自己 而是患有绝症的儿子 也就是那个看店的中年大叔 他的身体已经腐烂的 可以看到泪骨 直到此时 才知道为什么还没有死去 可他不行用别人的生命 来换取自己 与其这样倒不如早点自杀 但是龙婆在意的就只有儿子 任何人的生命都无关其要 他又扑到围栏上 想要逼迫大卫和皮尔放手 只要阿新死掉 就能让欢喜佛帮儿子 再继续活着 中年大叔也急匆匆的爬过来 他希望妈妈能放开手 不要杀人 龙婆转个身 用力的推了一下 其目的是让儿子躲远一点 却没想到灰心差阳错的 把儿子甩到了 另一边的围栏外面 阿新被救回来了 而中年大叔 却不想再继续苟且 他忠端松手 从天桥上掉了下去 龙婆痛苦的流下血泪 他的眼睛瞎了 大卫和阿新又重新成为恋人 不再像以前那样护盾 白发女的生命 即将来到终点 皮尔培在身边 开心的度过每一天 电影到此结束 整体来说 就只能算到一般 中间的闹鬼桥段都是幻觉 自杀依靠迷雾 和自杀手术没有太大关联 可是介绍他的篇幅过多 而且也没有说清 欢喜佛的具体功效 朋友们 当个老门看看就好 谢谢大家 每周小眼看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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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川 五川